金大哥今天可太辛苦了 咱们费尽心思找着的这些海货 今天到底要做一道什么样的美味 今天我特别要做一道鸡汤川海棒 鸡汤川海棒 这是本身我们敏菜的里面 跟那敏菜佛跳墙是齐敏的 敏菜佛跳墙它是叫我们的敏菜的皇帝菜 然后这个鸡汤川海棒是叫皇后菜 一颗海棒居然能媲美佛跳墙 金大哥表示 美味的核心就在这鸡汤里 鸡汤川海棒 鸡汤川海棒 它主要以鸡汤为主 鸡肉为主 熬制过程它有鸡肉 还要有猪的上排肉 将老母鸡肉和猪排肉焯水 滴出多余的血水 捞起来以后 现在准备要拿去冲水 回水一下 小林 过来把这肉来水来冲一下 我来我来我来 再次交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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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大哥 这准女婿感觉还挺勤快的呢 还不错 心里有加分不 现在已经先加一分 先加一分 可以可以表现不错 洗掉肉块上的杂质 金大哥表示 接下来的步骤 是成就一份好汤的重中之重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倒到这个大 大干里面 然后我们加上清水 上蒸笼里面蒸 就焯完了之后 咱们就开始蒸什么 它不是煮呀 不是煮 因为它真的它的汤那个消耗的 比它煮的更少 蒸好的鸡汤下入锅中 再放入一块鸡屑 还要将鸡胸肉 猪肉和牛肉剁碎 团成一颗大肉丸 这一串操作 着实让味道调查员 有些看不懂了 三馅儿十字头 三馅儿十字头 掉汤 掉的汤更清澈 原来肉丸中的蛋白质 和鸡血中的血红蛋白 受热凝结后 有吸附作用 可以吸收鸡汤里的杂质 这是金大哥 密不外宣的掉汤绝技 金大哥 真的拿勺子这么一咬 就很明显 它这个汤汁变轻烈了许多 之前感觉还是那种淡黄色 有点浑浊的那种汤色 现在真的已经清澈非常多了 此时 鸡汤的部分已经完成 金大哥立马开棒取肉 其实还挺大块的 你看取下来 一人一颗棒 应该就可以了 这应该挺够吃的了 就在这时 味道调查员有了新发现 这个针要把它先搭掉 这是什么 这是海棒的针 针 这张港海棒都有这个针 透明的针 这个应该也能吃吧 透明的 这可以吃 有点像软骨 这个张港棒的香针 你别的棒一般是没有这个针 棒针学名精感 是张港海棒的消化器官 含有大量消化酶 可以帮助贝类消化食物 所以肠胃里几乎没有杂质 吃起来口感爽脆 这便是张港海棒 被称为皇后菜的原因所在 那等一下我再给你看一下 这里还有两个惊喜 给你看一下 还有惊喜吗 今天没进过了 这么大个 这也是棒吧 也是棒 但这是什么棒 有点似从相识 但说不上来 我开开试试 这个壳好硬啊 打开了 打开了 你看 这是珍珠棒啊 这好多壳 满满的全是珍珠 这边还有两边都有 这壳好漂亮 你看它的光泽度 这个惊喜可太让我开心了 在常乐 有宝贝的棒类美食 可不止张港棒一种 面对五花八门的鲜味食材 金大哥有百变的烹饪方式 有的突出原味 有的讲究搭配 但无论哪种 最令人期待的 还是耗费了一整天 才能上桌的鸡汤穿海棒 大菜来了 即可登场大菜 哇 直接就把汤浇到咱们这个 海棒餐就可以了 没错 直接浇进去 这样我们趁乐吃 金大哥说 鸡汤穿海棒 讲究现穿现吃 用滚烫的鸡汤 汤穿烫七秒钟 便是尝鲜的黄金时间 它其实味道不是特别浓 闻起来 可以 哇 好甜啊 这个味道 是它本身的那个鲜甜味 非常非常的甜 而且它是那种脆爽的感觉 脆爽